那师父 你像这个有的人记忆特别好 过目不忘 请问师父 他记忆特别好 他前世什么因果 有的人脑子就是说了就忘 说了就忘 说了就忘 说了就忘有好几种 一个是 今生对身体的不爱护 还有你去看 有些小孩子 这个自己呢 就是说邪淫 比方说 自己的 自己的 手淫 让自己 你要知道手淫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记忆力一塌糊涂 严重加强 严重加强 这个是学校里 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 每一个学校 包括那些 那个西方的一些大学里面 他们讲生理课的时候 跑上来就讲这个的 很多父母亲就是不讲 所以孩子形成了这个坏习惯之后 实际上这个东西 记忆力伤得不得了 就是说你基本上 脑子记忆力完全 可以到后来就是老年痴呆了 衰退了 你去看好了 一个人 犯 犯邪淫犯的多的人 最后傻傻的 那个脸看上去 就是一幅傻像 营像和傻像 就是这样 没有智慧的人 才会有这种像出来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师父呢 一念邪淫 也是很不好 是这样的师父 一念邪淫呢 当然 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你 如果一念邪淫的话 你实际上等于一念犯罪啊 对不对啊 是 那一念邪淫了 要马上去欺负 是这样 没有几遍呢 对啊 一念邪淫的话 还没到行为上 就是好一点 但是已经不好了 就等于 我今天看见银行 你一念当中 你想去抢银行 和一个你直接去抢银行 我现在分析你还不知道啊 一念抢银行 那也是不好的呀 对 那师父 一念邪淫 他有什么补救方法 念欺负 还是马上收回来 就没有事呢 师父 如果很短的几秒钟当中 那当然问题不大的 这个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罪 不会定什么罪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时间长了 一直怎么想 看见 看见这个女人就想 看见这个男人就想 那你 已经形成一个 在你的六十天中 到七十天中了 那么你进入八十天中的话 你就是个大罪了 不能天天想的 明白 明白吗 那师父 对对 那师父 你看有的人 他不是对一些明星啊 这样意念邪淫 那将来 他做下来这个笃子 将来是不是也要还这个明星的这种情债啊 是将来 师父 不一定还明星 就是还其他的 还其他他应该欠的人都有 如果你意念当中 你有这个 你去邪淫人家 我告诉你就算一次 而且 而且消的 而且就算一次 就是你的 明星当中的业障就多一个 很厉害 也折瘦 折瘦的 会折瘦的 绝对会折瘦的 一般几个月 或几天 一般不是这样的 他有一段时间的 他不会很快 如果你每天 这个对这个 这个演员 那个演员 全部都是协 协念的 协赢的 而且落实在你的行为上了之后 你只要一个 你就是 真的像现实生活当中 一个 一模一样 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有多少福气 你能 你能有多少异性 可以这么这么做 你想想看 你这个 你这个就是 爆消的大了 你这就完了 你 你一个的话 还好一点 你比方说 十个 一百个 你很快就死掉了 骨瘦如财 一脸奸相 浑身是病 伤痛不已 早上爬不起 晚上睡不着 浑身无力 记忆力极差 这就是结果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这里开始